我 孟茫 我妈在后面 别动 这两个人 是要干嘛 跟踪 捉捷 我怎么自己 是我这个年龄可以看的吗 要当CP真的实现了 别对我眨眼睛 我可不想 从早到晚谈论爱情 还没 还要多久啊 已经有点累了 现在可以了 那我先走了 我 藏嬷嬷 我受不了你 我 色盲 藏嬷嬷你人来是个色盲 哦 您 还好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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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 版型不错,看得出基本功很扎实,用料选择也恰到好处,很好地展现了我当时想表达的感觉。 哎,木木,这里为什么用了绿色的杀,为什么不按我的设计稿来? 你们现在只要按照规矩做事就行了,不要随便更改我的设计稿。 你的压还可以,腰间的褶皱装饰还蛮有亮点的,不过这个面料可能还不是最合适的,少了一些灵动的感觉,显得有点僵硬了。 是我选料的时候有些着急了,这一点我还得跟默默都学习学习,就是不知道默默对颜色的把控是不是和面料一样进这儿。 你,你什么意思? 这三块布料的颜色,哪块跟着更配啊? 曹南妃你到底要说什么? 怎么?选不出来了吗?你是选不出来啊,还是根本不知道这三块布料是什么颜色? 默默 对 我看不出来 默默 其实我还是挺欣赏你的一些设计理念的 当初说想要和我一起探寻新的颜色世界 我相信你说的这些话,也是真心的。只是,你分不清颜色 再怎么探寻,一些现实的困难我们也是无法克服的 老师,您也看到这些衣服了。您相信我,我绝对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请您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用加倍的努力,来弥补这个缺陷的。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你也知道,我的设计本身就对色彩有极高的要求 你现在这个情况,可能确实不太适合我这里 好的老师 等一下 你还记得你面试的时候 你说有个朋友告诉你 不要被色彩所束缚吗 我现在也想告诉你 不要钻颜色的牛角尖 也许你会找到另一番属于你自己的新天地 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工作了 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谢谢老师 就知道你在这儿 不想冷啊 为什么我分不清彩虹糖的颜色 为什么我不能玩萧萧乐 原来我从一开始就输了 其实你要这么想 彩虹糖只要是甜的 吃什么颜色 其实都无所谓 萧萧乐玩不了是游戏的问题 在我心里啊 你一直都是最棒的 总是在心里够冷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颜色 偶尔也问我自己 太过遥远的 来教学楼天台 还 낮 你们 这是干什么呢 欢迎来到唐嬷嬷的服装大秀 现在我宣布 大秀正式开始 惊富惊喜 意不意外 你看 好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谢谢你 我早就说过了 你一定行的 今天只是个小舞台 以后舞台会越来越大 我也会一直陪你走下去 唐嬷嬷 我也会陪你一起的 我也会 还有我 还有我 嬷嬷 太棒了 是什么颜色 偶尔 偶尔 也问我自己 太过遥远的梦 是否要继续 总是 在心里够了 这个世界到底 是什么颜色 我们也要这样子吗 我还要这样子吗 不同角度 能看到不同情色 你们真的喜欢我做的衣服吗 为梦想相散 可以容易生存 这一路正常驱咒的人 无法不可 为梦想相散 别人离生存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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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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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